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动作在场上是一种技术体现 也体现了一个运动员的能力 特别是针对一些球速比较快步伐比较快的选手 起到一个限制的作用 所以假动作在场上非常的实用 而在比赛中假动作不一定实用的频率非常高 因为对对手如果适应了 那这个假动作也就不起作用了 往往在比赛的关键时候和关键分的时候才会实用 假动作分为后场假动作和往前假动作 在比赛中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假动作 不光是对对手的一种打击 也是体现自己的技术和一种能力的体现 下面有请我的队友卢兰 来为大家演示后场假动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场的假动作 通常呢只有一种 也就是说用撒球的和高球的技术动作 最终选择的是掉球 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假动作 卢兰教的大家都学会了吗 下节课我将教大家前场假动作 敬请期待 联邦快递 使命必达